国家 要不要来喝一杯 一间普通的民宅之中 斯诺是端着一杯啤酒 冲着在房间里头 不停走来走去的哈里斯笑道 瞧你那着急的样子 有路西法的话 没有必要这么害怕吧 但外面是装的 哈里斯是明显的有点后怕 那可是两万块啊 我的两个月的薪水 这要是亏了 怎么回家和我妻子交代 嗨 肯定是亏不了 等着看好戏就是 这斯诺是喝了一口啤酒 此时呢 电视屏幕上是他们下注的赛马的直播 现在赛马还没开始 主持人正解说本场16匹马的资料 现在介绍的正是那匹荧光骑士 从这资料上可以看出来 这匹马的胜率达到了58% 是一匹高大 白色的英国纯种马 这主持人对他的介绍啊 长达一分多钟 这接下来呢 则是金色强威 胜率也是高达35% 等到了经常排名第三第四的飞雪和狼神 那这主持人啊 也就是一带而过吧 哎 哈里斯是掏出烟了 啪 叼上这么一根 又拿出了一根对着斯诺抛了过去 这俩人是点好了烟 一阵的吞云土 啪 很快 比赛开始 随着一声枪响 这16匹赛马疯了似的 啪啪啪啪啪 冲出马篮 荧光骑士不会是最强的吗 这很不客气的 跑在最前面 引领群马 这后面不出意料的是金色强威 等这哈里斯看见经常排第三第四的飞雪和狼神的时候 被烟呛的呀 剧烈咳嗽起来 这两匹马到现在第三第四都没进去 足足的排到了十来位 这刚跑了半圈啊 就被落下了五六十米 这 这 这哈里斯眼睛都快瞪出来了 这真的没问题吗 应该吧 斯诺 也是看呆了 这两个兔崽子 怎么发挥的这么差 后面的比赛 这情况居然出现了很大的改观 飞雪和狼神是慢慢开始发力 两圈之后 居然是抢到了第七和第八的位置 果然 果然 有戏 有戏啊 这斯诺是狠狠的一拍大腿 哈里斯是垂头丧气的说道 再怎么样 也跑不过前面那俩呀 这说话间 飞雪和狼神又追上了一个 变成了第六和第七 不过 很快又掉了下去 重新变成了第七和第八 在这前面几圈啊 这两匹马跑的还算是不错 没事抄一下别的马 偶尔呢 也被别的马抄过 等到了还有三圈的时候 这两匹马已经是到了第四和第五的位置 等到了最后两圈 这飞雪和狼神居然开始猛的发力 哪一路是拼了命的追赶呢 与这第三名的那匹越来越近 可是这个时候 跑马场里的人还是没把这两匹马当回事 所有人的目光呢 全部都是集中到了第一名的荧光骑士 和第二名的金色强威身上 这倒数第二圈的时候 飞雪和狼神是成功压过了原来的第三名 成为了第三和第四 可是这个时候 距离终点只有两百米 这几乎可以说是胜负已分呢 哈里斯是满头大汉 把这斯诺 也是眼睛都不敢眨上一下 最后一百米 哎 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 这荧光骑士 眼看着距离终点只有五十来米的时候 忽然的马腿一歪 摔倒在地上 大冷门啊 几乎是已经稳拿冠军的马 居然摔倒了 这时候 这观众席上传来一片惊呼之声 这还没完呢 就在所有人都以为 金色强威能拿冠军的时候 更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 嘿 金色强威也摔倒了 这一回 人们不笑了 因为在场几乎所有人 都是压的这两匹马 最后没有任何悬念的 这比赛是以飞雪名列第一 狼神位居第二名而结束 路西法万岁 路西法万岁 豁明了 我们赢了呀 这哈里斯是猛的站起来 斯诺呀 也是尝出了一口气 喃喃说道 我就知道 路西法的话 一定不会错的 菅丽美那边暗流涌动 洪德丽这边呢 却是每天都很快乐的败家 而跟在洪德丽身边的沐雨昕 和凯瑟琳两个人 又有了各自的分工 凯瑟琳这个人出现的很奇怪 不过更奇怪的是 洪德丽对他的出现 居然没表示出任何什么 介意的情绪 于是就有了下面的这件事情 与菅丽美那边的通话 这凯瑟琳是一本正经的说道 先生 大力少爷这几天 每天都到处去玩 平时又上学 不过在学校里面 要不就是在睡觉 要不就是在看小说 这赫拉斯士急问道 他平时都玩的什么 凯瑟琳是回答道 据说 教完区长制造了不少的高档模型 平时在小说网站上看书 晚上都会出去 七日大规去逛街去 要不就是去看看他的学校 那学校的设计图 真的很酷的 这洪大力最近在玩玩具模型 对了 就是那种遥控车 据说是造了很多 你们分析一下 看看他是什么目的 快 然后这专业团队就开始分析 一人是说道 哎呀 按照洪大力的一贯原则 玩具肯定是有什么发展前景 是咱们没看到的 那么头 会不会是洪大力要拍的新剑影 跟玩具有关呢 另一人是说道 嗯 我看挺有可能 头 你想啊 洪大力既然跟咱们的好莱坞宣战 那必然是有所打算 所以我认为啊 他这是采用了天国的36级之中的声东机器的策略 第三人是说道 你们都说的挺对 那应该就是这样 他表面上是在玩游戏 实际上是在拍电影 我们不能被表现所迷惑 一定要好好的分析他这么做的目的 赫拉斯是说的 有道理 然后他就拿起电话通知凯瑟琳 记住了 给我盯紧洪大力 一旦他有什么最新消息 必须第一时间汇报 尤其注意 千万不能让他被迷惑了 你一定要挖出深层次的含义 知道吗 这个凯瑟琳 凯瑟琳是猛吞着口水 是 是先生 等挂了电话了 凯瑟琳是郁闷的说道 宏特利 有这么恐怖吗 还专门 为他开辟了一个团队来研究 不过一想到 那个传说中最恐怖的人物 路西法 这凯瑟琳还是决定 好好的呀 多观察观察 毕竟嘛 能不叫路西法来 那就一定不能叫路西法来 凯瑟琳那边 跟美国联系研究 洪特利的美样动作的目的 沐宇西这边呢 也在认真的写着败家日记 题目 败家日记 日期 2014年6月27号 正文 今天大力去了学校 上课睡了两节 看小说 看了六节 住节 大力的灵感 一定都是从小说和睡觉中获得的 以后可以考虑学习 这中午到了横隆大酒店吃饭 大力好像对于总来这里吃饭表示不大满意 叫他的意思 好像是要改善一下酒店的装修和风格 住节 重要 大力每当有这样想法的时候 都会有很不错的创意 让人意料不到 却又在情理之中 厉害 晚上 出门骑着大规去逛街 期间 大力对于玩具工厂的生产速度 好像不是很满意 住节 大力看来这一次很认真 可是做玩具玩 能有什么前景呢 期待 到了学校的位置 李元首已经大致规划出了住宅小区的位置 开始着手准备住宅小区的设计图了 相信 如果能够与学校的设计图风格一致 一定会有很大的前景 至少 我看到那学校的设计图之后 是真的很喜欢 住节 不说学校具体声援会有多少 光是造型 就足够当个旅游景点 大力少爷的眼光 真的是没话说 比我强多了 晚上 大力少爷回家睡觉 这个 我不能去 不过想来大力少爷到了家里头 一定是会有更好的想法 非常期待 总结 跟着大力少爷在一起 每天都很有期待性 期待他会做出什么让人出人意料的事 另外 据说林初音小姐的全息投影技术 有了最新进展 唐沐欣小姐 每天都去帮忙 就是不清楚到什么时候 会有什么样的惊喜 想来应该不小 祝姐 全息投影技术完善之后 一定会有很大的前景 非常值得期待 结果 这到了第二天早上 周末 这红的历史一到陈辉大厦 盯着俩黑眼圈的沐欲西 还有这凯瑟琳就乐了 嘿嘿嘿嘿 诶 欲西姐 凯瑟琳姐姐 不是怎么的 昨天晚上没睡觉啊 什么事这么忙啊 没什么 昨天晚上我玩了一晚上的网络游戏 睡得有点晚 这凯瑟琳是说的 沐欲西呢 接着说的 昨天我研究发展规划书来着 也没怎么睡好 这俩人嘴上这么说 心里头都想呢 还不是为了研究你的行为 到底有什么目的吗 以后这样会把人累死的 这太不容易了 监利美那边 这个赫拉斯呀 也是顶个黑眼圈 问这专业团队 行了 研究一晚上了 大家都早点休息吧 这专业团队 如蒙大赦呀 一个个的拼了命的揉着眼睛 好 你头啊 我们就先睡会儿去了啊 晚上再等那边的最新消息 哎呀 这玩意儿 没研究出啥了呀 红的立志是没心没肺的 哎 对了 今儿是周末 咱们出去玩呗 这一天我上课睡觉 就合计这个了 今天 咱们就搞那个主题饭店 怎么样 凯瑟林和沐玉西两个人 瞬间郁闷 还玩啊 脑子不够事啊 不过啊 不管怎么说 这洪的立志说了要出去玩 那是一定得跟着的 就这败家的经验 必须得学呀 之前他就说搞这个主题饭店 那可是俩人怎么也没想出来 这玩意儿怎么赚钱呢 那个 大力少爷 沐玉西是小事的问道 你平时白天上课 都想这些啊 这洪的立志点头说道 那 对啊 老师讲的那些 我又懒得听 就研究怎么玩了 我是感觉吧 我要搞的这主题饭店 能听我意思 嘿嘿嘿 我跟你说啊 我老早就合计着 能弄这么一饭店了 看到没 看到没 上课睡觉是灵感来源的 这沐玉西是暗暗决定 以后咱白天也多睡觉 多看小说 这下楼上车 众人是一路杀向西四环之前 洪的立买的 除了恒隆大酒店外的另一家饭店 富海大酒店 这个富海大酒店呢 因为有着洪的立的这个玉敌谁家听洛梅 和这个号球汤的而名声大真 那这目前生意还算是不错 至少比洪的立刚来那会儿 那赚钱多了 这洪的立是带着众人一进门 这早有服务员呢 看到了顿时啊 一声欢呼 少主好 顿时 这所有人瞬间集合 齐刷刷的 站成两排 少主好 周围那些吃饭的 拿出手机咔嚓咔嚓 一顿猛拍啊 洪的立是带头 往这个里头走 边走边说道 那什么 干的不错啊 干净 赏 每人两千 就这才的起诉的 那就是不一样 这小飞一出手就是每人两千 众服务员是山户啊 谢主隆恩 等这赏完了 大唐经理 点头哈腰的问道 少主 今天您来 打算吃点什么呀 这可是为财神爷呀 那必须得好好伺候着 伺候好了 绝对是喜从颠降 这哗啦啦的银子可就来了 结果却没想到 这洪的立也是摸着下巴 左右这么看了看 然后是直接就一句话 拆 顿时啊 几名狗腿 那就开始越越欲试的 要拆牌子 哎呀 就这大唐经理一听这话 差点没一屁股坐地上 不是 少主啊 不是 您这是 不是 我哪干的不好 您说话可不能拆呀 这些装修挺贵的 您 啊 没事 没事啊 没事 你干的挺好的 这洪的立是笑呵呵的说道 我爸就是合计着 换个风格 天天都这样 挺没意思的 拆 不是 少主啊 您要是想换就换 那可得换成什么样的呀 这时候 有这吃饭的 胆壮的就问了 那人们 大理少爷 您说要换风格 那打算换什么样的 您的点子可是一绝 能不能给咱透露透露啊 行啊 洪的立是没话演笑的 哎 就换个武侠风格的主题饭店 你感觉怎么样 名字我都想好了 就叫做巨贤庄 哎哟 巨贤庄 眼前这位客人 那可是倚天屠龙 至大江湖的影迷啊 里面那个男主角 为了给女主角智商 大闹巨贤庄的戏码 那可是大爱啊 一听洪德丽的话 顿时就高高的竖起了大拇指 哎呀 大理少爷 真乃神人 光这一个点子 那就绝了 没聊 这儿是又说了 大理少爷 那能不能研究一下 您看这巨贤庄 开连锁怎么样 要是行 我就带你了 我家是北京那边的 跟您这个 咱不犯冲突啊 啊 连锁呀 这洪的立是摸了摸下巴 行啊 不过 别说那么多了 我对这事不关心 咱先合计着 这改造的事啊 这说着 把这男狗腿呢 招呼过来了 你你你 你过来 这武侠风你知道吧 客人进来 怎么说 明白 哈哈 小主 明白 那男狗腿啊 像模像样的 从一旁是拿出一条毛巾来 啪 搭着肩板上了 哎呦 客观您来了 哎呀 来来来 里面想 小店有上好的牛肉好酒 号称三晚不上街 要不客观 您来试试 哎 就要这个方 这洪的立是看下了大唐经理 怎么样 能学会吧 这大唐经理 顿时眼睛就亮了 这好啊 以天屠龙至大江湖 现在还被人津津乐道呢 这要是开个这武侠风的主题饭店 那人家绝对是不能低啊 这大唐经理 狠狠是点点头 少说 明白了 明白了 这个简单 这简单 这大唐经理 也学洪的立的样子 打一响指 那什么 大家都明白该怎么做了吧 咱走着 不错 不错 这洪的立是点点头 有点门道 那咱这就走着 于是 几个人是重新进门 给大唐经理啊 肩膀上 搭着一块破抹布 这屁颠屁颠的呀 就跑上来了 点头哈腰的 哎呦 客观您来了 快里面请 咱这有上好的丸子酒水 哎 您来点什么呀 给周围那些时刻 嘻嘻哈哈的 那就开始照相了 不少人是交透劲啊 哎哎哎 我说 这有意思 哎 嘿嘿 这种风格的饭店 还真没去过 是是是啊 等改造完了 咱再来试试 那是 大力少爷的点子 那都是金子做的 那打算代理的那家伙 更是双眼发亮 别的不说 就光这一风格 那就独树一帜啊 有看到 啊 那什么 每样都来一块 尝尝闲道啊 红的力是找了一张桌子 哎呀 这桌子 叫什么名字呢 啊 这 这桌子 这大唐警理 有点没反应过来 不是 这桌子能叫什么呀 笨 红的力是撇了撇嘴 怎么就不会发散性的思维呢 这桌子 他叫黑木牙呀 黑木牙 这大唐警理差点没被吓死 不是 少卓 您这是打算自立门户啊 哎 这话有点江湖意思 啊 这红的力 随手呢 就开始指指点点 那桌 叫丐帮 那边的 叫少林寺 什么青城武当华山 松山名叫什么的 都都弄上 啊 弄上 这时候 周围客人听的 那是眼光大亮 红的力说的这些啊 那可都是武侠小说里 经常出现的门派 黑木牙 更是倚天屠龙至大江湖里面 著名的大反派 这么一大堆桌子摆在一起 戴烈 你这是打算江湖火兵啊 唐木钦是抱着小喵 在一旁反对 能弄 也得弄个配套的嘛 这五岳建派 就不能跟黑木牙 放在一起的 我就是提个想法 是吧 红的力是笑嘻嘻的说道 这个具体的 还得这位经理安排 对吧 对对对对 我有办法 我有办法了 这大堂经理 那是灵感哗哗的 这桌子啊 那就不能命名 就弄这小木桌 边上长板凳 这帮派的 得放包尖 这边的 弄名叫 那边弄黑木牙 这里面全换菜式椅 这多好啊 啊 有你的 啊 有你的 那还愣着干什么 上菜呀 红的力是点头 哎 好嘞 这大堂经理 冲里面一招呼 你什么 大桌 准备做菜 这桌子啊 把菜谱摆上来了 少主 您看点下什么 啊 我看看啊 这红的力是拿过菜谱 伸手在上面指指点点的 我跟你说啊 这边都得改啊 啊 改成什么呀 这大堂经理是问道 那你比方说这个 红的力是随便指令到名为 美籍猪手的菜 这个 嗯 改成降龙十八掌 好嘛 这油门猪拌 便降龙十八掌了 有点意思 周围这个石刻 鼓掌 这个好 这大堂经理啊 汗如雨下 那 人家这个 四喜丸子呢 红的力 二话不说 大力丸呢 可增五年功力 给力包 这周围石刻 啪啪啪 开始照相了啊 那个 红烧兽呢 大堂经理又问了 啊 红的力说了 火焰刀 那这川北凉粉呢 一样直 这每一道菜名 红的力 都是根据做法 卖相这么命名 啊 最后这大堂经理啊 一咬牙 你什么 那这款 油炸杨鞭的 葵花宝典呢 呼啊 这周围是掌声雷动 哪能把一样样 普通的菜式 想出这么好的名字 那可真心不容易 此时啊 啊 这周围的石刻 都有点跃跃欲试了 他们是真想试试 这个葵花宝典来着 如今这么一折腾 这武侠峰的主题饭店 就算是定下来 啊 这沐宇戏在一旁 拿着一小本 这一顿猛血呀 题目 百家日记 大力昨天说了 要改善一下装修和风格 今天果然来了 而且我没想到的是 居然会这么有创意 武侠峰的格局 趁着倚天屠龙至大江湖的火爆 连带开展主题饭店 这点无论是谁都不会想到吧 而且在饭店 看这客人的反应 都表示很有兴趣 更有人说要加盟搞连锁饭店 难怪是要能成为 家族年度新人王啊 如果说以前我还有些怀疑 那么现在我是彻底服气了 这败家 确实是个技术国 大力百家 那都是神点子 别人败家估计只能是铺盖了 看来以后 还得继续学习 大力少爷的这神创意 果然不是我等凡人能够想到的 光这一个武侠主题 风格饭店业务 就能在电影的基础上 至少再能赚到几个亿的 连锁加盟费用 这才是败家的精髓啊 沐宇熙这边 哗一顿猛血 凯瑟琳那边 则是跑出去打电话去了 凯瑟琳 先生 大力少爷 又有新动作了 啊 这么快 我这才刚躺先女士 问题是 这一次大力少爷的动作 看起来很大 而且很有特色 哦 什么动作 又有什么特色 这赫拉斯是问道 啊 凯瑟琳是回答吗 大力少爷 打算开一个武侠风格的主题饭店 目前 这看来一切反应非常好 更有人呢 当场就准备 加盟搞连锁 目测光是连锁费用 每年就足有几个亿的收入 这么厉害 那行 你先跟着啊 我马上就叫专家团队来分析 很快 这负责专门研究 红德里行为目的的专业团队就位了 那这赫拉斯是问道 那个 红德里今天搞了一个武侠主题风格的饭店 你们分析一下 看看他这目的是什么 快 啊 然后这专专业团队 顶着个黑暗圈 跟熊猫似的 就开始分析了 一人是说道 哎呀 连锁饭店 那会不会对我们的连锁店产生冲突啊 我们的麦肯劳和肯打击的连锁店 在天国可是真不少啊 另一人是说道 嗯 我看很有可能 你想 红德里既然搞了连锁饭店 那一定要是最好的地段 最好的服务 如果消费者都去了他的连锁饭店吃饭 那咱们的肯卖劳和肯打击 那这样的连锁店必然会受到冲击啊 第三人是说道 嗯 看来这红德里啊 这么快就对咱们连锁店出手 哼 这一招用天国的兵法来说 那就叫明修战道 暗渡陈仓 哎呀 这可真是厉害啊 赫拉斯是说道 有道理 然后 他是拿起电话通知凯瑟琳 那什么 给我继续盯紧红德里 一旦有什么最新消息 必须第一时间汇报 千万不要隐瞒 知道吗 是 是的先生 凯瑟琳是说道 嗯 不过就是偶然想起了一个点子 你说就把这整个世界弄得鸡飞狗跳的 而这事件的主角洪德里 却只是表示这顿饭挺好吃 就没了下文了 这叫在一旁跟着的沐雨昕和凯瑟琳 差点没把这眼珠子都判出来啊 不管怎么说 洪德里这顿饭确实就是想要改善一下气氛 而代价呢 则是这家富海大酒店 又花了二十万的来进行装修 啊 等吃完了饭了 这洪德里呸着嘴 满意的擦了擦嘴角 又赏出去五万 正准备出门到处去看看呢 忽然 外面进来了一行人 这为少的一个 是一个身穿着一身休闲装的年轻男子 啊 这其他的呢 都是穿着黑色西装 打着领带 一边走啊 一边稽里咕噜的交谈 洪德里是随便听了两句 这好像是日语 这么大牌上 不知道是哪一家的少爷 跑上来旅游来了 那对于这种国籍友人 洪德里其实还没有什么反感的 正准备稍微让一下路 却不想 这对方人群中 一名黑西装保镖模样的人呢 直接就开始剥了 这洪德里身边的狗腿 啊 这边剥了边说道啊 哎 少主家道 让一让 谢谢 哎 我擦 老子在这呢 还有别的少主吗 要是按照正常的套路来说 那现在双方就是对上眼 就开片的节奏啊 不过很明显 啊 洪德里还是很低调的 也没说什么 只是往这一旁的让了让 等那群人呼啦啦的 进了这电梯 这才奇怪的问这大唐经理 哎 这一群货 干嘛呢 啊 他们呢 这大唐经理是擦了擦脑门上的冷汗 是丰田汽车公司的本部人马 这打头的那个被他们叫少主的 好像是丰田总裁 五本太郎的独生子 五本光 所以也为这首席人称之为是少主 今儿他们来据说是谈生意的 那具体谈什么生意 我也不方便打听 不过左右应该是跟汽车有关系 哦 这样啊 这又不是一本道 是吧 洪德里是无所谓的 搐了搐肩板 那就跟我没啥关系了 行 咱先回陈徽大厦 再说 大列 那个 不给他们一点颜色瞧瞧吗 这个时候 身旁的唐木新是小事问道 这有什么好瞧的 人家谈生意 又没惹到我 我总不能跟疯狗似的 见人就咬 对吧 走走走 你不是说 这初音的全系模拟技术 已经快做完了吗 咱回去瞧瞧去 红德里是奇怪的说道 这倒也是 那咱们就先回去 唐木新是笑嘻嘻的说道 那这跟在后面的沐玉西呢 就心想了 当个成功的败家底 那低调是王道 这凯瑟林则想 这天国跟本日国 一向是不大友好 这大力少爷居然并没开火 看来这人还是挺好说话的 结果呢 正想着呢 电梯门是忽然打开了 一个人呢 是怒气冲冲的 从这电梯里头冲出来 边走 边破口大骂道 这帮该死的本日人 疼娘的 这是逼我呀 这是逼我呢 我那家伙呢 我那家伙呢 老子来找家伙呢 我跟他们拼了我 一听这话 洪德利倒是来兴趣了 赶紧是叫住那人 问道 老干 什么事这么戚戚败坏的 那人是一看到洪德利 这上下打量着 哎哟喂 喝着来了兴趣了 静怡这说道 你是传说当中的 大利少爷 是我 是我 不过倒不是传说当中的 哎 什么事啊 这么生气 这洪德利是笑嘻嘻的说道 哎 大利少爷 找到你简直太好了 真的 那人就好像溺水之人 抓住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似的 冲上来 一把就握住了洪德利的手 大利少爷 救命啊 除了您 我实在想不出来 还有谁能帮上我的忙呢 啊 什么事啊 这么严重 洪德利是看了看这大唐经理 哎 有没有包房啊 挂个牌 叫这个黑木牙 咱上去说去 有有有有 包房必须有 这大唐经理当即是带人上楼了 一路巴巴巴巴巴 这到了三楼一个大型包房之内 洪德利说道 大利少爷 这环境好 地方也够大 您和这位先生就先在这说吧 隔音效果绝对好 那你先下去吧 哎 我说这位大哥怎么称呼啊 等打发完这大唐经理 洪德利是看向那人 问道 啊 那人呢 今年看年纪 也就是三十出头 叫声大哥不算是折了身份 啊 我叫楚湘和 大利少爷叫我湘和就行了 那人回道 呵 这名字挺有意境啊 哦 那个湘和大哥 不是到底什么事给你气成这样 你刚才说 只要我能帮得上麻是吧 洪德利是奇怪的说道 哎 别提了 这楚湘和是坐在沙发上 啊 郁闷的说道 我呀 是咱们天国国产天鹰汽车公司的一名经理 今儿呢 跟我们领导过来 跟这个丰田汽车公司的少 啊 就就是他们那个公司的吴本光 谈提价的事 我是一边陪着 这本来也没什么 但是那吴本光居然说要请江若宇小姐陪他一晚上 这不然一切免谈 不是我这怎么认呢 我听不下去了 我这就出来了 这洪德利等人是对视了一眼 可以啊 这吴本光居然在打江若宇的主意 哎 想和大哥 到底是什么事情 让吴本光提出这样的条件呢 提价 这一旁抱着小喵的唐沐欣问道 你们的公司汽车要提价吗 不是 不是我们公司的汽车要提价 是要这个丰田公司的汽车涨价 他们最近这公司不是那个技术改良吗 汽车的总体价格减缩了将近有十分之一吧 弄得咱们国内的汽车市场那鸡飞狗跳的 这现在都快要出现一家独大的局面了 咱们现在这国产车价格因为成本跟着下去了 现在卖不动了 这不就找他来谈事吗 可是这伙居然说江若宇不答应这事免谈 江若宇小姐现在就在那个包房里头呢 这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 我可是江若宇小姐的铁杆哥迷啊 真的 过了个绝 江若宇也在这呢 要是别的事 洪德丽没那个心思管 但是啊 在这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之上 有人打自己欺欺欺人的主意 嘿 要是你请我愿的也就算了 圈里头嘛 本来就这样啊 问题是 现在江若宇他不大愿意啊 这事绝逼不能忍呢 这件事得管啊 不过目前洪德丽还没打算管太宽 商场上的事 没必要说到处拉仇恨 你跟别人怎么折腾无所谓 但是你不能碰我手底下的人呢 啊 那这事得过去瞧瞧去 感动我身边的人 那绝对不能就这么算了 哎 那你刚才说 只要我能帮上忙 这又从何说起啊 洪德丽是摸了摸下巴 少少 您这点子多 运气又好 能不能帮我们想想办法 这事关国家经济 别扣高帽子啊 洪德丽是嘟囔着 我还没那么大能力呢 得说着 站起身子来 行了 走吧 咱先去看看这货 搞什么玄虚呢 在哪个房间呢 啊 在那二楼 镶金的玫瑰包房 这楚香和事 赶紧的前面带路 少少 我这就带您过去 沐宇希和凯瑟 临时对视了一眼 那当一个合格的败家子 要随时准备 面对各种各样的挑战 维护自己手下人的根本利益 这一条要牢记 这一行人呢 是出门下楼 哎 很快就到了包房门口 洪德丽是抽了抽鼻子 看了看身旁众人 那什么 待会要打起来 没问题吧 没问题 这一群狗腿的叫嚣了 这初音给咱们都装了 外骨骼装甲 每个人对付一个两个 他靠包 行 那就成了 这洪德丽是抬起小 一脚 就剁开这房门 之后是笑呵呵的 就走了进去 这刚一进屋啊 他就看到 姜若宇是满脸委屈的 坐在一个角落里头 然后这面对面坐在沙发里 靠动手的 是坐着一个四五十岁的中年男子 脸上陪着笑 他对面呢 则正是之前那位少主 无本光 行了 那个 你们先聊着 这洪德丽是看向姜若宇 那个若宇姐 待会有饭局 去吧 我请客 要说屋子里头这些人 谁都没想到 居然会有着这么大的方法的 踹门进来 最主要的是 这人进来之后 还一副拉家茬的口气 待会有饭局去吧 所以 洪德丽这一出场 这房间里的众人呢 顿时都愣住了 那这姜若宇是最先反应过来 急急忙忙的跑出来 跑到洪德丽身边 喜道 少主 您居然来了 这姜若宇 可以说是被洪德丽 一夜之间捧红的 那对洪德丽有种近乎于盲目的信任 别的人呢 他可能会怀疑 但是对洪德丽 那绝对是不可同人语 少主 这对面 丰田公司的少主 吴本光 拦住身边呢 就要动手的一票手下 眼神冷冷的盯着洪德丽 沉生说道 你是洪德丽 这出乎洪德丽意料 这吴本光居然会说汉语 虽然是口硬声硬吧 不过说的是什么 还能听得出来 啊 是啊 怎么的 姜若宇是我的人 没听说呀你啊 洪德丽是摸了摸鼻子 我当然知道 不是你的人 我可没兴趣 本来我打算找李念薇的 可惜联系不上 怎么 你今天来这里 是打算向我宣战什么 我们丰田财阀 世界排名第20位 你们红件 却不过是排名100名开外 想跟我挑战 这吴本光啊 是伸出大拇指 缓缓的倒软而下 你还不够自个儿 那什么 够不够自个儿 你说了 好像还不算吧 哎 瑞宇姐 等会儿想吃什么呀 这洪德丽是笑嘻嘻的 拉住姜若宇的手 他这压根就没把吴本光 放在眼里头的态度 叫吴本光很是生气啊 所以 吴本光就表示 后果很严重 你居然敢无视我 洪德丽 你会后悔的 拉倒了 我有什么后悔的 洪德丽是奇怪的说道 我又不买你家的车 尝我 不过你今天来的正好 有句话 我想送给你 在这个世界上 只能有一个少主 那就是我 吴本光 这吴本光是棱着脸 一个字一个字的说道 哦 那什么 那我有一句话送给你 莫装逼 装逼 遭了一批 啊 洪德丽是无所谓的探探手 无聊的嘴炮 这听了洪德丽的话 吴本光这满脸是不屑的 撇了撇嘴 之后呢 缓缓从这沙发上 站了下来 他呀 本就比洪德丽 能稍微高成那么一点点 哎 所以呢 以一副居高临下的目光 看着洪德丽 这也就是你们天国人的处事方式嘛 永远都是只会说 而不去做 你这话的意思 是打算叫神来惩罚我了 本来他这么干的 还是挺酷的 啊 有点这个豪门大赵的风分 可是千不该万不该 不该在这个时候 还继续挑战洪德丽 所以他就郁闷了 这吴本光画还没落地呢 啪 这脚上就猛的是一腾 谁敢跟洪德丽这么说话啊 那绝对是自己找郁闷 唐沐欣呢 抱着小喵上去 啪啪啪 狠狠的一脚 跺在了吴本光的脚背上 怒道 你是骨头紧了吗 我帮你松松 女人 不要太过分 不要逼我动手 这吴本光是看着唐沐欣 怒气冲冲的叫道 其实啊 洪德丽是本来打算 自己这么出去的 那他对于这种 自己找上门来的麻烦 实在是有点不愿意理 不过 现在一听这吴本光 这么说唐沐欣 顿时就改变主意了 大力出几戒 这个洪德丽是转过身 抬起手来 身边的九大狗腿 骑刷刷的抬起手 十个人举起了十只手 这吴本光身边的保镖呢 一看这情况 顿时一愣 随后就想要铺上来 先发制人 可惜啊 还是晚了一步 洪德丽是带着九大狗腿 每个人的手上 都是出现了一副 外骨隔装甲 这十个人 十副外骨隔装甲 手掌筋儿 有一个圆形装置 瞬间 爆发出了耀眼的光芒 米加粒子炮 发射 这洪德丽带着九大狗腿 每人发了一炮 那这吴本光的那些保镖还没扑上来 全部被打回去了 虽然这些武器吧 还不足以致命 但是威力啊 还是相当大的 那几个保镖 一人身上俩窟窿 这一个个被烫的 呲牙咧嘴的 我跟你说了 不要惹我发火 红德丽是收起了这个外骨隔装甲 看也不看 愣愣站在那的吴本光 黑黑笑道 我告诉你 我发起怒力 连我自己都害怕 真的 扔下了这么一句酷炫到极点的话 红德丽鸟头就走啊 我跟你说一下 其实我们天国人真不是不敢动手 只是很多时候呢 有点怕脏而已 哎哎那个顺便我给你一个善意的警告 不准碰我的人 啊 等着红德丽等人离开 一直站在那里的吴本光的 这眯着眼睛 摸了摸下巴 沉声说道 倒是有点意思 看来我之前确实是小瞧他了 还以为他只不过是一个败家大少爷 现在看来他比想象中 要强了那么一点点 少主啊 咱们怎么办呢 身边几名保镖被烫了个构枪 啊 为首一个人呢 迅速是整理好仪表 低着头 问道 咱要不要召集人手啊 巴卡 这吴本光回头就给那保镖一耳光 骂道 你嗅到了 在天国的底盘打群架 嗨 这个被抽耳光的下主啊 是马上一立正 少主教训的事 哼 跟我斗 吴本光是背着手 在这房间里头转了两圈啊 之后缓缓的说道 帮我统计一下 功德力稿的所有的项目 咱们一样一样的慢慢玩 哼 这个世界上只能有一个少主 那就是我 嗨 属下这就去办 给保镖当即又出了门了 等所有人都走了 吴本光是看了看早已经吓得满脸发白的天鹰汽车公司的高层 笑道 对于今天发生的事情 我深感抱歉 先生 看来我们如今已经没有再谈的必要了 您说呢 这 这 那位高层啊 是满头大汉 少主 您难道 不再考虑考虑吗 考虑 我还考虑什么 这吴本光是探探手 姜若鱼走了 洪的力又让我出了这么大的仇 打了我的保镖 您觉得 我还会听您说的话吗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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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层是满脸郁闷 那我就先回去了 少主 您再考虑考虑 一定再考虑考虑 去吧 以后不要再来烦我了 这吴本光是挥了挥手 啊 洪的力等一行人的出来这酒店 上车 直奔陈辉大厦 很快就到了大厦酒楼 大会室之内 大弟 那个什么吴本光 太讨厌了 我都恨不得上去 再踢他两脚 这刚一作文 怀里头抱着小喵的唐沐欣 就气呼呼的说道 什么人吗 这个世界上 还只能有他一个少主 他也叫什么叫什么 咱们都懒得理他 居然这么过分 这话说完了 那唐沐欣呢 又是接着说道 而且 刚才那一脚 真的是踩轻了 我应该是叫他几天 都走不了路的 坐在一旁的姜若宇啊 低着头 小事说道 少主 对不起 这都是因为我 哎呀 不关你事 啊 宏大力对于之前的事 表示完全不在乎 只是看他那模样 我就知道 这是一个自恋到病态的家伙 哎 他不是都说了吗 这个世界上只能有一个少主 估计啊 这一开始就是冲我来的 只不过之前呢 没直接打上门来而已 这话 估计要准备动手了 那什么 咱们得提前准备一下啊 正说到这儿呢 那这楚香河的手机啊 想了下来 他接听了一下之后 看了看洪德利 之后 小声的冲着少主说道 领导 我现在在陈辉大厦酒楼呢 啊啊啊 好好 请稍等 这话说完了 楚香河是送着洪德利 说道 那个少主啊 我们公司的领导 想请少主来帮忙 您看这个 哦 那就来吧 正好我想听听 来吧 这有道是啊 敌人的敌人呢 那就是朋友 是吧 洪德利自然不会拒绝 这一次跟之前的事情还不得一样 之前那些人好歹都是天国人 互相之间 没什么深仇大恨 洪德利呢 也就不会太过在乎 但是无本光可不一样 人家是从自己来的 目的就是抢夺少主 这个称呼 这别的东西 洪德利不当回事 但是对本日国的人 这洪德利天生好感就不足 不惹我 也就罢了 主动挑事 那可就别怪我了 要知道 这个世界虽然跟地球不得一样 但是本日国来这个天国发动战争 洪德利还是知道的 这大爷爷宏徒和老王头 可没少提当年的事啊 这正所谓 人无远虑 必有尽忧 来自于无本光的挑战 这洪德利自然不会当儿戏 很快 之前在富海大酒店 看到的那名中年男子 是满头大汉的跑来进来 一见洪德利 就是一顿的点头哈腰啊 少主 您这一次 可一定得想办法帮帮忙啊 别着急 慢慢说 洪德利是看了看的 挺普通一人 不过这人嘛 不可貌相 是吧 海水不可斗粮 洪德利还是表示了相当的尊敬 怎么那叔怎么称呼啊 我叫李大国 是天国国产天鹰汽车公司的副总裁 这李大国是缓缓的说道 哎呀 我们国产车呀 本身是受制于技术问题 销量一直不是很好 最近这几个月呢 丰田车呢 他又技术改革 又大幅降价的 如今我们的天鹰轿车 这已经明显有卖不动的迹象了 急死人了呀 啊 是技术原因导致啊 对方比自己这边价格更低些 洪德利对于这一点还是比较了解的 简单来说 普通的百姓呢 一般是不会在乎车的产地 他们在乎的是车的价格 同等的性能配置之下 当然是要买便宜的 可是这技术问题我也帮不上门啊 这个是吧 我怎么帮你呢 洪德利是摸了摸下巴 少主 少主 您您可是为财神爷呀 那什么 那个 这个 我吧 我就说了吧 您搞什么都能赚钱赚大钱 这事现在 只要是消息灵通的人几乎都知道 我自然也知道 要不少主 您搞一搞汽车家 我靠 地球人都知道了 洪德利是满脸惊悚啊 不是吧 您居然叫我去搞汽车家 不是那玩我不懂啊 要是玩具模型 我还能帮上玩 你这汽车公司的买卖 我能行吗 今儿可真是奇了怪了 那居然有人上赶着叫自己 去跟他当竞争对手去 不不不不 这好歹 李大国是拼命的摇头 不是说 叫少主 您亲自开这汽车公司 我的意思是 如果 我说 把我们公司的研究部门 借给少主 您使用 您就算入国 这样 咱们就绑在您的战船上了 到时候 以少主 您的那个 无敌的运气 我想一定能有效果 这一旁的木语西听的 喝一把捂住脸 如今这大少爷 是人的棉树的眼啊 那么大的一个汽车公司 居然主动的找上门来问 哎呀 入股吧 我把部门都借给你啊 你也不用拿钱的 只要点头就行了 不是我不明白啊 是这世界 变化太快啊 这种好事砸在头上 就算再怎么败家 也没拒绝的理由啊 红的历史想了想 忽然间呢 是眼睛一亮 行 哎 那你就把这部门借给我吧 正好呢 我这两天在鼓的那个 呃 汽车玩具 你的部门帮我搞个这个 确实不错 不是 那什么 玩玩去 少主 您该不会是说真的吧 叫我们专业的设计部门 给您设设计这个 汽车玩具 您说的是那种遥控的吗 啊 一比一的仿真模型 我是打算一次造个一百台来看看 怎么呢 不行啊 这红的历史点头说的 行行行行 这李大国也是豁出去了 他现在就像是一个赌徒似的 把一切都压在了红的历那无敌的运气上 我相信少主您的运气和点子 不管怎么样 反正现在车也卖不出去了 帮您做点玩具 也不错 哎 哼哼 那就这么说定了啊 哎 那你啥时候把您团队给我叫了呀 那边工厂现在 正好有点技术问题还没解决呢 都等着呢 红的历史没花言笑的 啊 这几天呢 工厂那边确实是有点麻烦事 这塑料模型啊 好说 是吧 那怎么着他也能弄得上 但是这一比一还是高仿真的外壳 他们真做不出来呀 之前这李大国以为 红的历是开玩笑的 然而现在他才发现 红的历居然是在玩真的呀 没听红的历说吗 工厂都已经准备好了 老天爷呀 这大历少爷 该不会是真拿正规汽车工厂的技术开发部门 去给他研究玩具吧 研究玩具 怎么跑得快呀 或者研究玩具 怎么操控灵敏呢 不过 这李大国既然敢这么大胆的 直接打算跟红的历绑在一起 那本身他就不是胆小怕事的人 他只是想了想 这稍微啊 犹豫了一下 之后就说道 那个 少主 您先稍等 这样 我先去给我们老总打个电话 告诉他一事 然后咱们这就准备开工 既然已经准备跟少主您一起干了 那咱自然是有诚意的 保证不是忽悠您 行 去吧 嘿嘿嘿 这红的历史笑嘻嘻的挥了挥手 那什么 快点啊 我这边可挡着呢 李大国是走出会议室 掏出手机里 这左右无人 当即开始打电话 周总 跟吴本光的混蛋谈崩了 不过我运气不错 刚好是遇到了大力少爷进来 现在我跟大力少爷谈的还不错 我自己擅自决定 说拉这个大力少爷入股 同时呢 又把咱们的研究团队 借给大力少爷使用 您看 没问题吧 电话那边 是沉默了一会儿 之后 一把低沉的声音响起 你确定 大力少爷要参与进来 是 是 李大国是缓缓说道 这大力少爷 为了姜若宇小姐 已经跟那个吴本光闹矛盾了 这吴本光还说呢 在这个世界上 只能有一个少主 这是要跟大力少爷死磕的节奏啊 现在咱们也实在是没什么好办法 干脆拼了命的 跟大力少爷绑在一起 所以我就擅自决定 不过目前也就是一说 具体如何 还得周总您亲自下决定 这件事 你干的还不错 电话那边的周总是 陈生说道 这大力少爷运气好 人尽皆知 最主要的是 他如今是大规玄武唯一的合法主任 就冲这一点 国家肯定是亏不了他 如今咱们跟他绑到一起 绝对是不会有任何坏处 这样 你答应给他 我们公司20%的股份 研发团队 他可以随便使用 不提任何的要求 这 这回 轮到李大国犹豫了 周总 真的是 一点要求都不提吗 废话 给周总是没好气的说道 你之前挺果断的 啊 怎么这时候犹豫了 你看看彭辉影视 总裁劳德明 直接被大力少爷收了 结果呢 以后每部电影 他一毛钱都不用出 占一半好处 李元首那个搞房地产的 提什么要求了没有 一块价值200多万的翡翠 加上开发天井山外围的地皮 全权代理 跟大力少爷捆到一起的 你说哪一个 不是吃香喝了 你什么都不用说了 这次办好了 我给你提5%的股份 5%的股份啊 对于天鹰汽车 这种大型公司来说 那绝不是一小数目 这李大国是激动的 手机差点没掉地 我明白了周总 我这就去 还是人周总看得明白 跟大力少爷混 哪个不是吃香喝辣的 咱们公司 虽然目前情况不大好 但是 只要是有大力少爷在 这还能差得了吗 挂了电话 这李大国是擦了他 脑门上的冷汗 刚一进屋啊 就冲着洪德力说道 少主 我们老总说了 他愿意给您 20%的股份 开发团队 您可以随便使用 啊 这回 洪德力倒是有点吃惊了 给我这么多的股份呢 哎 我说 你们这周总可真是大手笔哈 我们周总 那是能干大事的人 那个少主 您就更是不得了了 周总说了 只要您愿意加入我们 您想怎么干都行 全力支持 保证没有半句废话 这李大国是呵呵笑着 赶紧拍马屁 一旁的这沐雨昕啊 听得直摇头 如今大力少爷 确实是大事已成 别说是这个天鹰汽车公司了 这外面说不定 有多少公司打算过来 跟少主拉关系呢 只不过呢 这目前可能一直都没机会 所以没出现而已 这凯瑟琳听的 那只泽舌 他是知道洪德利运气好 但是如今洪德利的名声 居然已经在这种上层圈子 这么想了 主动的送他20%的股份 而且他说啥 都绝对没半句废话 一定会全力执行 这是什么力量 这是败家的力量啊 为天国之崛起而败家 这可不是说笑的 啊 真的好啊 洪德利是摸了摸下巴 哎 那这样 你回来呢 就先开一百辆 这个中档轿车 算了 换一个 公司那边高档车 外壳能做吧 车的内饰 靠椅导航什么的 应该没问题吧 还有 这发动机技术 不如人 你别告诉我 这些也不行啊 这些要是再不行 那这公司真的是扑街 没得救了 啊 这些绝对没问题 这李大国是赶紧说到 这外壳有图纸 我们公司就能生产 导航什么的不说 领先吧 起码也能持平 实际上 我们现在差的 也就是发动机不如丰田 同样的功率 我们比他们的油耗大一些 别的都没问题 哦 那就行 那就行 洪德利是笑呵呵的 反正我也不在乎这个 对吧 他是摸着下巴 想了想 之后是站了下来 那既然这样 那咱们去四楼看看吧 我都好几天 没去初音那看看了 说起来 自从上次见了林英义之后 啊 洪德利到现在呢 都还有点不敢怎么面对林初音 因为他不知道该用什么心情来面对 啊 只要是一想到初音 哎呀 他这脑子里头 就是林英义的那句 警察局那边我会搞定的 你说关于强推林初音这事 咱是干呢 还是不干呢 啊 所以洪德利现在确实有点不敢去了 你这去看美女是一回事 可是去看一个他老爸要求自己去强推的美女 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尤其是那美女还很逆天呢 不过 虽然说是不愿意啊 去还是要去的 所以洪德利是收敛起了心神 还是决定去看看 一行人这就下了楼了 很快就到了地方 洪德利是深吸了一口气 跟儿推门走了进去 这进门啊 直奔林初音在四楼中的那间实验室 洪德利是没事 别人可不敢随便进去 等到了门口了 洪德利先打声招呼 初音 在里面吗 是我呀 然后啊 这里的我就头皮发麻的 看着从房间里头 缓缓飞出来的一个摄像头 之后 一个少女的声音传来 进来吧 保护系统已经关掉了 哎呦我天呐 这还在保护系统呢 这一旁的凯瑟琳也是听的 目瞪口呆啊 卡卡卡 实验室的大门是缓缓打开 这洪德利呢 带头往里头走 李大国和凯瑟琳这俩人 头一次来 小心翼翼的呀 颠着脚印 也跟着走进去了 那这几天 唐木新是天天往这跑 跟林初音混的还不错 进了实验室呢 就先冲上去 抱住林初音的胳膊 笑道 春姐 这两天 全息通影系统 应该快完成了吧 听唐木新提起这个 众人都是竖起耳朵 全息模拟系统啊 初音未来呀 是吧 这不知道完成没完成 嗯 基本上已经差不多了 就差最后的哭和笑了 这两种情绪我没有 做不出来 但丽 这林初音是淡淡的说道 啊 林初音说到这儿啊 转头是看向洪德力 你可以帮帮我吗 这一向没感情的林初音 能说这话 实在是叫洪德力 有点受宠若惊的 而随后 只不过是一瞬间 啊 他就把之前林英一说的话 彻底是抛到脑后了 什么这个 那个 咱家林初音 那就是林初音 是吧 说的那么多 那都是扯淡 先叫他笑起来 那才是王导 之于别的 顺其自然发展吧 呃 反正 是吧 强推肯定是不行 啊 有可能被垫死 行 行 没问题 那个让我怎么帮 呃 你尽管说话 这洪德力呢 是往前上了一步 我不知道 笑这个动作要怎么做 林初音是从满地的零件装置里面 啊 拿出这个全息投影器 放到桌子上打开 很快 周围的灯光啊 却是全部都暗淡下去了 那一个天蓝色头发 扎成两根马尾边的少女 出现在了大家面前 那少女呢 看醒洪德力等人 微微这么一鞠躬 之后 一道清凉的声音传累 大家好 初次见面 我叫初音未来 请多多关照 这少女声音好听 很清脆 听在耳中是非常舒服 这声音就跟林初音也是非常相似 要不怎么说 国家的力量强大呢 这首长叔叔带来的团队 那就是给力 初音未来啊 初音未来终于出现了 有木有 这洪德力激动的 那就一泪流满面的 初音未来出现了 那初音的笑还会远吗 那必须不能远呢 沐宇希和李德国是头一次看见这个 看的 我 目瞪口呆的 因为他们从来就没想过 科技居然能够做到这种程度 这样完美的全息投影 这就已经跟真人没什么区别了 之前的网络嘉年华 这沐宇希是看过的 那个时候的全息投影呢 只是照出来简单的 游戏中的动漫模型的人物 可是眼前的这全息投影 已经是完全真人化了 看那关角 看那五官 看那头发 凯瑟琳更是紧紧的捂住了嘴 好莱坞那边还说要跟红的力斗 如今他们要是知道 红的力这边 已经是拥有了这么强大的技术 好莱坞拿什么来斗啊 大力 对于这种技术的问世 林初音没有任何的得意 实际上 他一直都没有任何表情 你告诉我 笑 应该怎么做呢 我不清楚具体的动作 听林初音这么一说话 所有的人都是有些沉默了 红的力 也有点沉默了 不过 他很快就回过神了 呵呵笑道 好 那今天 咱们就争取把这笑这个动作 给做出来 啊 笑 是人的一种平和心态 以及善良的内心表现 反正在一般人看来吧 这笑啊 实在是再普通不过 人的心情呢 处于正常状态时 啊 在与他人交谈期间 就会用微笑来展现 人与人之间的善意交往 人们生来就会笑 但是却很少有人知道 每笑一时 从面部到腹部 约有八十块的肌肉 会参与这项运动 啊 所以如今呢 想要让林初音 学会微笑 那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啊 因为他从来没笑过 他不明白心情的变化 不明白该如何控制面部 以及身体的肌肉 来组成微笑 而今天呢 他将要重新学习啊 这个来人生 到这世界上之后的第一课 哎 从哪开始呢 红丹丽对于如何教林初音 学会微笑 表示有点头疼 这东西吧 人人都会 但是没人能说的清楚 这笑 要从哪开始 这就好像孩子呀 刚生下来啊 就会吃奶 但是你没法告诉他 要从哪开始 这周围众人呢 也都表示很无奈 啊 就这件事情确实很难教 事实上 很多事都是这样 这越是习以为常的事 就越难去做 啊 像什么吃饭的咀嚼呀 怎么教啊 如何保持身体的平衡 怎么教 甚至是呼吸 怎么教 这些事都是人生来就会的 而这些事也是最难教的 那 这样 洪大力是想了半天 最后终于是有了点办法 那个初音 啊 你先叫初音未来呢 嘴角往上扬那么一点点 哎 不要太多 就是两边嘴角呢 这个上扬那么一点点 嗯 好的 林初音对于这方面 完全没有任何经验可言 所以呢 只能是听洪大力的安排 很快 电脑屏幕里面的初音未来的 两边嘴角 哎 是这么稍微的 扬起来一点 虽然说是相当不自然吧 但是好歹 有那么一点点笑的意思了 哎 好好好 干的不错啊 咱继续 这洪大力在自己脸上比划着 寻找笑的肌肉动作 哎 面部 啊 这两旁的肌肉 向两侧拉扯那么一点点 哎 对对对 这样看起来 就像是肌肉带动嘴角 那就自然多了 明白吧 嗯 了解 这林初音是控制着电脑 啊 在初音未来的脸部肌肉上 开始形成了轻微的拉扯之力 这样看起来 确实和谐多了 啊 这初音未来的嘴角呢 总算是有那么一丁点笑的意思了 这目前来看 算是个好的开头 啊 洪大力是摸着自己的脸 这一下一下的笑 然后寻找面部的肌肉动作 很快 他又说道 你这样 你笑的时候啊 就这个颧骨这儿啊 这儿的肌肉会向上收缩 哎哎 对 一点点就好 哎 对对对 顶得下眼袋那儿啊 会稍微往上那么一点点 哎 切切 一点点啊 那个千万不要多了 这林初音是当即照做 这个时候的初音未来 下半张脸 已经是有了一点点的笑意 那那笑意 并不是如何明显 不过总的看来 已经是完全没有之前那种机器儿一般的冷冰冰的感觉了 这是一好的开始啊 唐沐欣是在一旁惊讶到 大力 真有你的 初音姐姐这样微笑一点点的模样 好漂亮啊 之前一直都没见过呢 那当然了 这洪大力是笑道 初音本来就很漂亮 笑起来自然就更好看了 来 咱们继续啊 今儿估计能成 林初音是双眼啊 紧紧的盯着电脑屏幕 淡淡的说道 这 就是我笑的样子吗 啊 对 现在 只能算是笑了一小半 红大力是在一盘说道 这样 这只是下面部分 嘴角的笑呢 接下来 咱们搞上面的部分 继续啊 那个初音 你记着 笑的时候 这面部颧骨肌肉 会假眼睛 所以眼睛呢 比原来小 上那么一点点 同时眼角 会稍微合上那么一点 你试试看看 嗯 如今已经是有了一些成效了 啊 林初音是当即动手 很快 电脑屏幕中的初音未来 这双眼啊 是微微眯起一些 林初音是按照洪大力说的 让这眼角的肌肉 哎 稍微的那么收缩起来 这么看起来 原本一双明亮清澈的毛子 那就变得稍微 狭长了一点 啊 再配合上这个嘴角 已经是拥有了基本的笑的意思 好好 对 就这样啊 这洪大力是在一旁 大声的给这个林初音打气 别停 继续啊 这面部肌肉 哎 对 再稍微配合上那么一些 哎 对对对 眼睛眯起来 头 再稍微 那么歪上一点 好 很快 这屏幕中的初音未来啊 终于是真正的笑了下来 笑的特纯粹 没有任何杂志 此时的初音未来 就好像是从天而降的天使似的 纯洁的 让人忍不住想把他拥在怀里头 只是单纯的拥抱 不含有哪怕一丁点的 以泥的意味 哎 来 初音 你跟大家打个招呼 啊 这洪大力 是继续的鼓励林初音 哎 对啊 这打招呼的时候啊 要笑 哎 笑的声音就是 呵呵呵 哎 就就好了 这个应该比较简单吧 呵呵 这林初音是淡淡的学会了 洪大力的声音 啊 之后把这语句呢 输入电脑 很快 这个全息投影影像中的初音未来 冲在场所有人呢 是抬起手里 优雅的行了一礼 之后说道 大家好 我是初音未来 我来自未来世界 初次见面 请多多关照 这句话说完 啊 这影像中的初音未来 把这头稍微这么歪了一点 之后嘴角上扬 双眼呢 微微眯起来 笑着说道 呵呵 耶 这所有人都欢呼起来了 初音未来 林初音的虚拟投影 终于会笑了 啊 虽然笑容呢 还稍微有那么一丝 不自然 虽然动作还有些僵硬 但是啊 这只是最初步的笑容 至少他会笑了呀 不再是那么一副冷冰冰的 机器人模样 可以 初音 好样的啊 你会笑了 嘿嘿 你终于会笑了 嘿嘿 从现在开始 你就可以笑了呀 这红的力士一把抱住林初音 激动叫道 我 可以笑了吗 林初音是定定的看着 全息投影中的初音未来 这笑着的模样 啊 难难说道 我 会笑了吗 是啊 初音姐姐 你会笑了呢 你笑的样子 真好看 你快看 你快看 那个初音未来 不就正在笑吗 初音姐姐 以后你自己 也一定会笑的 旁木新是边笑 边留着那儿 兴奋的说道 沐宇西是呆的 看着林初音 同为女人 她也为林初音的感到高兴 这智商再高又怎么样 谁又能知道 能够开怀大笑时的快乐呢 这凯瑟琳呢 是拿出手机里 咔嚓一声 啊 给这初音未来呢 拍了一张照片 哎 这照片里头 初音未来的笑 很纯真 没有任何的杂质 只是漂亮的模样 就足够让人生不出半点 想要伤害她的心思 这件事情 或许我不该上报的 都是女人嘛 凯瑟琳此时非常明白 大家快乐的心思 她实在是忍不下心去 破坏这种气氛 算了 就算是部长骂我一顿 这件事情 我也不汇报了 哎 可怜的初音呢 听他们话里的意思 她是活了这么大 都一直没笑过吧 这一旁的林小一笑着 擦了擦眼泪 少主看起来没心没肺的 一天什么都不想 这心里头 可是一直装着事呢 虽然能让林初音拥有微笑 虽然那只是虚拟的 但是 这已经是跨出了第一步吗 不是吗 初音 初音 这龚大力士抱着林初音 那兴奋的又跳又叫啊 这初音未来已经学会笑了 哎 你难道就不想好好学习一下吗 你的智商可是很高达 我敢保证 你一定是一学就会 真的 我 真的可以吗 一向没有感情的林初音 此时呢 居然是破天荒的 有些患得患失下来 我真的可以 可以笑吗 可以的 一定可以的 这虹大力士拼了命的给他打气啊 你看啊 这初音未来都可以 你为什么不行啊 咱这样 就按照刚才的步骤 别害怕啊 咱一点一点的试 他说着 给周围的人使了一个眼色 那什么 大家都静一下哈 让初音试试 千万不要吵 知道吧 这掌个实验室 瞬间就安静下来了 那 我 试试吧 林初音还是有些不敢确定 不过他毕竟不是优柔寡断的人 我 一点一点来 说着 回忆起了之前的过程 先是尽力的 扬了扬这个两边的嘴角 可惜啊 电脑中的初音未来呢 这么做容易 到了林初音这边 那就很难了 毕竟嘛 他整整18年从来就没笑过一次 这面部的肌肉都已经有些僵硬 这说想要直接笑出来难 非常难 其实这不怪他 任何人某块肌肉 18年都没动过 都会像他这样摊掉的 那什么 不要灰心啊 继续继续啊 洪大利是拼了命的打气 慢慢来 一点一点的 别着急 哎对 一点一点来 呃 你先试试活动一下 这面部肌肉 不然你这样笑不出来的 我 再试试 此时的林初音 说起这话里 竟然是有些忐忑啊 有些害怕起来 不要怕 一点一点的啊 洪大利是在一旁啊 一点一点的指挥着 初音 你一定可以的 一定 千万别着急 这不是说一天两天的事 只要是有进步 那就算成功了 啊 我尽力 这林初音说着 嘴角是再次的动了动 这一次的变化相当小 啊 他这嘴角 只是轻微的 向上那么提了一点点 还是不行 林初音是努力过后 有些失落了 还是没有反应 给周围众人看的呀 泪如雨下 笑 这个对于所有人 都是那么简单的事情 到了林初音这儿 却竟然比登天还难 此时的林初音 看起来是那么的羞涩 他是天才 不折不扣的天才 世界上最神秘的组织 圣碑成员之一 智商高达一百八以上的 军事科技宅 对于他来说 国家都要把他当成 宝贝式的人物 可是偏偏笑 这么一个最普通的动作 他却做不到 我 林初音是摇摇头 顿了一下 之后是轻声说的 我还是先去看看 我之前制作的机械圣衣吧 目前还只差了几个技术方面的问题 解决了就可以了 可是已经到了这种时候了 工德力会放弃之前的努力吗 答案很简单 不可能 如果今天放弃了 那么以后 林初音将再也没有效的可能了 人在很多时候努力了 有了那么一丁点的希望 然后放弃的话 这一生都没有勇气再去试 哪怕只是那么一下 所以 洪德力士一把就拉过了林初音 柔声说道 初音 你先不要弄那些了好不好 要不咱们出去走走吧 你好像平时从来都没逛过街吧 要不咱们去外面转转 啊 这林初音是愣了一下 之后计算了一下时间 最后是点头说道 好 那么最多只可以有三十分钟的时间 行 三十分钟就三十分钟 就 那咱们这就出去走走去 啊 这洪德力啊 牵着林初音的手 俩人是缓缓的出了实验室的大门 林小一等人想要跟上 可是 却被唐木新阻止了 理由很简单 让他俩去吧 这种时候 或许也只有洪德力 才能让奇迹出现了 这西四环的街上 车水马龙的 那午后的阳光非常明媚 照的人呢 是浑身暖洋洋的 洪德力士牵着林初音 走在马路上 初音的掀起的身影 显得与周围那么的咯咯不入 两人又走了一会儿啊 林初音呢 忽然是停了下来 抬头仰望了一下 这蔚蓝的天空 轻声说道 大力 我想 我想回去了 听了林初音这话 洪德力的心都在发尘 他是情不自禁的 用左手狠狠的抓住自己胸膛 那心疼啊 非常疼啊 痛彻心扉啊 猛然间 这洪德力的脑海中呢 是浮光掠影一般的 说 掠过了一幅幅动人的画面 他是想起来了 之前与林初音的第一次见面 那个时候 他并没有任何的感觉 只不过是把林初音 当成了一个很好的玩板 很有意思 一小姑娘 后来几次接触之下 他发现 其实林初音呢 很苦 他可以说是拥有一切 可是呢 却又可以说 他什么都没有 没有亲情 没有爱情 或许 只有那么勉强 一点点的友情 猛然间 这洪德力的脑海里头 想起了之前 模模糊糊记得的一句话 当一个人没有目标 没有感情 那么就可以说 他已经是一个死人了 现在的林初音就是这样 行尸走绕 他没有活着的目的 没有奋斗的目标 他不知道他要做些什么 只是机械一般的活下去 没有忧愁 没有烦恼 与之对应的 他也没有快乐 说啊 这脸上两行泪水 是无声的流下 傻 洪德力多么希望 自己就是一傻子呀 能够没心没肺的 不去想任何的事情 可是他做不到 他是一个相当在乎 身边朋友的人 他从来不认为 朋友这两个字 那只是随便说说就算了 所以呢 看着林初音这个样子 洪德力很心疼 疼的呀 就好像是被针刺了一样 洪德力知道 如果此时放开林初音 那么他的心将会彻底的关闭起来 再也没有人能够有任何办法 那样的话 也许正像他的父亲 林英义说的那样 到时候一切都完了 不行 你不能回去 洪德力是牢牢的抓住林初音的手 语气非常的坚定 至少在这三十分钟里头 你得听我的 我不叫你走 你就不能走 那 好吧 林初音是想了想 最后呢 还是答应下来的 那接下来 我们去做什么 对于这个问题 洪德力表示很有难度 要不咱们去游乐园吧 那是好玩的多 对吧 顺便 我再给你去做个美容 对吧 保养一下 诶 等等 洪德力说到这 眼睛是猛的一亮 拉起林初音就跑啊 快 跟我来 我有好主意了 这洪德力终于是想起来 到底有什么好办法的 这林初音的面部肌肉 已经18年没什么变化 肌肉僵硬起来 自然就笑不出来了 所以呢 他的想法 非常简单 帮这个林初音呢 好好揉一揉面部的肌肉 一开始可能是没什么效果 但是只要时间长了 那就一定能管用 大力 我 能行吗 林初音现在对于自己 能不能笑得出来 非常的没有信心 那这不是说 他努力就能够做到的事 因为笑这种事啊 最主要的 还是要从心中 拥有开心快乐的情绪 初音未来 可以只靠自己的操作 模拟出笑容里 可是他自己呢 想要正常的笑出来 很难很难 放心吧 我之前听过一句话 我感觉说的特别对 真的 这洪德力是拉着林初音 一路向无人的胡吐里头 猛跑啊 边跑边说道 那什么 有信心 不一定会赢 但是没信心 一定会输 啊 说到这会儿 洪德力这表情是很坚定 灿烂的 就好像是天上的阳光似的 我告诉你 只要你想做 就一定能做成 好 那一叙 那就试试吧 林初音是跟着洪德力 跑了一会儿 之后是缓缓说道 很快 两人便来到了一个 无人的小胡吐之中 这种无人的小胡吐 非常常见 那属于楼与楼之间的夹层 这胡同口呢 放着垃圾箱之类的东西 一般的电影 电视中经常会出现 而与之配套的 这儿 一般都会出现小流氓 当然了 有没有流氓 那不是洪德力 现在考虑的 他想的 只要是没人就行了 这俩人呢 进了胡吐 终于是站了起来 洪德力是柔声说道 初音 你先闭上眼前 千万不要动啊 哦 好的 林初音是缓缓闭上眼睛 就静静的站在那 很快 他是感觉到 一双很温暖的手 轻轻的放在了自己的脸上 那双手的手心啊 很热 也很干燥 摸在脸上很舒服 至少自己呢 一点都不会觉得讨厌 是大力的手吧 也许和他接触 好像并不是很难的事情 这林初音是心中想到 洪德力的手呢 一开始只是轻圈的 在他脸上揉动 这揉了一会儿之后 开始稍微的加大了一些力气 没错 这也就是洪德力的办法 很多在床上躺时间长的人 都需要对腿部 做这种肌肉恢复的运动 不停的揉搓肌肉 让肌肉组织恢复活性 这样才能正常的下地活动 而不会摔倒 洪德力想的就是这个 林初音呢 毕竟是面部肌肉 僵硬时间太长了 这18年来几乎是毫无动作 如果是不将他的面部肌肉活动开 想要让他把自己露出笑容 无异于是天方夜谈呢 毫不夸张的说 现在林初音想笑 都没那个力气 洪德力这一揉 就足足的揉了十来分钟 那他这动作是尽量放的很轻 站在那的林初音没有任何不舒服的感觉 感觉怎么样 好点了吗 这又揉了一会儿 洪德力是收回手 笑呵呵的说道 那个我这好了 你可以睁开眼睛看了 看看现在脸上舒服点 嗯 林初音是睁开了眼睛 伸出双手呢 在这脸上 又轻轻的揉了揉 之后 缓缓点头说道 好像是 好了一点 这个时候 最关键的时候 这是最关键的时候 绝对不能再让他试着去笑 因为那样 很容易就摧毁他的信心 这个时候呢 最必要要将他的注意力 吸引到别的地方上面去 等他面部肌肉 真的活动开之后 那时候啊 再试着让他去笑 这才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洪德力是笑呵呵的说道 走走走 咱找个地方聊一会儿去 你一直都没告诉我 你有什么梦想呢 梦想 我没有梦想 林初音是摇摇头 傻瓜 没梦想怎么能行的 只要是人 总该是有个梦想的 洪德力啊 是拉起他的手说道 可是 我没有 我不知道我想要什么 也不知道奋斗的目标是什么 我唯一算是我喜欢做的事 就只有研究那些 装置了吧 林初音是缓缓说道 那也行啊 对吧 找了一家最近的咖啡厅 把洪德力是带头往里头走 走 咱坐会儿去 把这进门 找了一张靠窗的桌子坐下 洪德力是笑道 哎 初音 要不你想想看 看看有什么梦想 是你现在想要做到的 嗯 没有 我不知道我想要什么 林初音是仔细想了想 摇头说道 知道确实 林初音呢 好像是什么都不缺 嗯 那换个办法 你会什么 洪德力是小事问道 林初音是说道 我会研究军火 科技改造一些 呃 器械之类的 听到也可以 正这会儿呢 咖啡厅的试者呀 端着盘子走上来 你好 两位的咖啡 两位请慢用 好好好 知道 知道 打发了这个服务员 啊 洪德力是摸了摸下巴 哎 那你想不想 当世界第一的科学家呀 这个梦想很耐感呢 有没有 不想 却不想 林初音是直接就摇了摇头 那些对我来说 毫无意义 哎 这洪德力明显是被噎了一下 啊 之后又问道 哎 那你有什么愿望没有 愿望 愿望和梦想 有什么区别吗 这林初音是歪着头 问道 洪德力是一本正经的点头啊 当然了 梦想是努力奋斗的方向 这愿望呢 哎 则是希望自己可以有什么不劳而获的东西 简单来说 愿望就是天上掉线表 不用你拼命就能获得的欲望 哎 咱打个比方吧 我的愿望 就是希望能够成为宇宙第一的败家党 也就是说 我不用去努力 只希望能够忽然有一天 就突然变成了宇宙第一的败家党了 啊 差不多就这意思吧 懂吧 这梦想和愿望啊 这俩词平时经常说 不过 真的想要解释下来 洪德力却发现 不知道该怎么说了 哦 这样啊 林初音这一次 是仔细的想了想 最后呢 终于是说出了她的愿望 我 我想要微笑 这个可以实现吗 我想要微笑 就这么一个简简单单的愿望 却好像是用尽了林初音全部的力量似的 就这句话说完 林初音呢 是缓缓低下了头 不会难过的她 此时不知道该用什么心情来表达她的想法 哎呀 这真是一可怜的孩子呀 洪德力是伸手摸了摸她的头发 随后呢 柔声问道 初音 你敢把这句话喊出来吗 大声的喊出来 喊给全世界听 敢不敢 林初音是听了洪德力的话 明显是愣了愣 随后呢 缓缓的摇了摇头 对于这件事情啊 她实在是缺少勇气 打从懂事的时候起 她就从来没笑过 没开心的感觉 也没失落的感觉 她就像是一机器人似的 每天准时吃饭 准时睡觉 准时研究她的科技 刚才说出 我想要微笑这五个字里 就已经是尽她最大的努力了 但是如今呢 洪德力叫她喊出来 这怎么做到啊 初音 别怕啊 洪德力是继续的在一旁 轻声说道 有信心 未必就能有 但是没信心 一定会说 林初音又是仔细想了想 那终于呢 缓缓的张开嘴 声音轻轻的说道 我 我想要 微笑 她这声音 轻极了 完全不像是她以前的风格 那如果不仔细听 怕是一点都听不清楚 可是洪德力却听清楚了 听得相当清楚 她是拉起这林初音的手就往外跑 这边跑啊 边打声笑道 走 初音 咱们找个好地方 把你的愿望 打声喊出来 你行的啊 你一定行的 这俩人呢 牵手就往外跑了 这手服务员急了 哎 先生 您还没买单呢 这家店 我买了 这洪德力随手 从这衣兜里 掏出一张卡 扔了出去啊 不许赖账啊 好 这服务员顿时郁闷了 东不当道 你以为 你是大力少呀 说买电就买电 关你 结果 等他把这张卡 插进读卡机的时候 顿时吓得呀 一屁股坐倒在地上 卡上余额 三千六百多万 这洪德力是拉着林初音的 一路向着陈徽大厦跑去 那既然想着 说要把自己的愿望 大声喊出来 那么还有哪 能比陈徽大厦顶楼 更高的地方 更好的地方呢 对吧 哎 哎 快看 少主回来了 这洪德力是拉着林初音 刚跑到陈徽大厦楼去 那便有这眼见的狗腿子 看到了 一声大喊的 顿时 所有的人 都是集中到了窗户边上 哪 哪呢 哪呢 哟 还真是 真是少主回来了 不是少主跑得好急啊 哎 看样子 一定是有了新的进展 别别别别 别废话了 赶紧跟上去看看去 众人当地是冲下楼去 这四楼本来就不高 一的群人呢 也是来不及走电梯 顺着消防通道就下来了 啊 因为这心情着急啊 从四楼下到一楼 只用了二十多秒吧 等到了这一楼了 洪德力是拉着林初音 正好是刚进门 啊 洪德力是边跑边说道 那什么 大家速度开路啊 上顶楼 顶楼 这一的群人是呼啦啦的 全部让到立旁 啊 跟着洪德力呢 是往这电梯里头跑 进了电梯了 直奔顶楼 这洪德力和林初音 上到顶楼的平台上 林小一等人是远远的 跟在后面 哎 等到了这天台边缘位置 林小一等一票狗腿下的呀 腿都快软了的时候 洪德力这才松开了林初音的手 冲着面前的天空 两只手 拢在了嘴边 大声喊道 初音说了 他想要微笑 洪德力喊的声音那极大 在这几十米高的地方 竟然是也能让人听的 这个清清楚楚 初音说了 想要微笑 啪啪啪啪啪 这回音是想了下来 来呀 来呀 喊出来呀 自己喊完了 洪德力是不停的为林初音打气 那个初音 把你的愿望 大声喊出来 喊出来 你行的 你一定行的 我 我想要 微笑 得受到洪德力的鼓励 林初音终于是有了一点自信 这将领导之小手呢 放到嘴边 喊道 我想要 微笑 不够力 不够力 不给力 这洪德力是大声说的 那什么 声音太小 不给力 你跟我一起来 我想要 微笑 我想要 微笑 这放下了犹豫 放下了心灵上的枷锁 放下了一切 这林初音是拼了命的呀 大声喊道 我想要微笑 好 就是这样 这洪德力是放声大笑 继续的给林初音打气 别停 就这么喊 到了这时候了 林初音终于是找回那些感情 捕住口的 大声喊道 我想要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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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么一喊 再也停不下来了 林初音是一遍一遍 不停的重复着这句话 直到他喊的呀 再也没有半点力气 没半点保留 这喊到最后 林初音是累的坐到地上 忽然呢 他这脸上的肌肉 轻轻的是动了动 原本抿在一起的嘴角 竟然是轻轻的扬了扬 哎哟 这洪德力顿时看呆了眼了 他是呆了愣的 紧紧的盯着林初音的脸 看了老半天 最后 这才是梦艺一般的 男男说道 初音 你 你笑了 你笑了 他是男男念了几遍 忽然发疯一般的 又跳又叫我 玩了命一般的大声叫道 出音笑了 出音笑了呀 出音笑了 他这声音大 特别的 那这天空之中 是不停的传来 洪德力的大笑声 一直跟在后面 默默看着的唐木新的 林小一等人 都是紧紧的捂着嘴 眼泪哗哗哗的流 一向没有任何感情 不会有烦恼 也不会有快乐的林初音 在洪德力的帮助之下 终于是走出了 人生之中最重要的一步 这是他的一小步 对洪德力党人来说 却是生命中的一大步 奇迹 这是一个奇迹 沐雨昕呢 对于林初音的事啊 了解的不少 看到这个情景 边流泪 边是男男说道 大力少爷的力量 连天 怕是都感动了吧 这凯瑟琳 马是看着洪德力 首次是脸色羞红 那不是说男女之间 产生爱意的脸红啊 而是对自己 如今做的事 他感到羞愧了 洪德力这么一个 至真至纯至善的一个人 他都要来监视 这个时候啊 心中的负罪感是越来越大 这也许说不准 到了什么时候 他心中的那个 种族国家的界限 也会跟林初音一样 轰然崩塌 这微笑来得很快 去的呢 也很快 这不在一会儿 林初音是看向洪德力的脸 这再次变回了 没有任何表情的模样 可是他的眼角呢 却有两行青类 留个不停 洪德力是走到身前去 轻尖的 把这林初音是揽到怀里头 揉声说道 过吧 过 还有什么 是能比这个更痛快的事呢 虽然现在你感觉还不到 但是总有一天 你会明白的 林初音这一次的流泪 一直流了得有十多分钟吧 这才终于停止 心中的那道墙 已经是出现了裂痕了 想要彻底推翻的 那一天 还圆吗 有了这一次 林初音对于洪德力 那是越发的亲近了 他的手 甚至主动拉住了洪德力的衣角 也不说话 只不过他这模样啊 就好像是一只 刚刚找到主任的小猫似的 走 大家玩去 洪德力是带着林初音 啪打一响指 那什么 咱去游乐园 今儿初音想玩什么 咱们就玩什么 哈嘞 这众人是山呼啊 林初音笑了 这简直就是 这段日子最大的惊喜 那众人是当即下楼 上车 林初音现在 对洪德力 那可以说是无比依恋 甚至 连他的那辆 超级酷炫的跑车都不开了 只是拉着洪德力的一角 这脸上呢 虽然说是没有任何表情吧 但是无论如何 也不肯放手 唐沐欣是一手抱着小喵 一手挽着林初音的胳膊 没半点醋意 对于林初音呢 任何女人 都绝对不会有吃醋的感觉 因为那完全没有任何必要啊 童话王国 游乐园 这洪德力是拉着林初音 刚一进门 那就是一声欢呼啊 今儿 这儿 包场 听到这洪德力的话 林小一等人绝导 这这什么玩意就包场啊 众人呢 顿时又想起来了 当初这洪德力 去夜来乡包场的时候那情景 那一次 夜来乡人还不算很多 没花多少钱 这一次可是整个游乐园啊 那看人头 怕是不得有近万人吗 就就这一包场呢 行 怕个屁呀 少主有钱呢 是吧 大大的有钱 这一跳狗腿 喝这屁颠屁颠的 找这个游乐园的经理去了 把一进门一张卡先甩桌子上 那什么啊 我们少主要包场 这五百万 不够还有 你看什么 这话说的多英气啊 一听说少主驾到 谁敢不给面子呀 那这游乐园的经理 拼了命的点头啊 去去去去 没问题 没问题 有什么需要 您尽管开口 很快 这游乐园的大喇叭 疯狂响起来 那个啊 今天游乐园 已经被少主包场了 全场都免费 各位玩的游客们 想玩什么尽管玩 你们不会吃亏 也不会上当 童话王国游乐园 人品保证 信誉可靠 你买不了吃亏 买不了上当 反正这话 是刚一想起 游乐园里面的 众游客 先是一愣 紧接着啊 就是漫天的欢呼声 少主驾到 万岁 别别别闹 少主万岁 少主万岁 哄得利万岁 大利出奇迹 没想到 我居然能赶上 少主包场 有生之年呢 那少主包场 还等什么 绝对没有问题 慢慢 我要玩飞空艇 行 今天少主包场 你想玩什么都行 赶紧玩 这红的利是拉了林初音 后面呢 跟着唐木新众人 一路往里头走 这路上的人呢 是看到了 纷纷让路 打招呼至敬 红的利是哈哈一笑 主演 来吧 今儿咱们就玩个痛快 这碰碰车上 来吧 来吧 看我撞死你们 这红的利是控制着方向盘 拼了命的采油门啊 这整个碰碰车 车棚子外面 堪称是人山人海 所有人呢 都在大笑着 看着红的利带着林初音 在那撞人 当然了 更多的时候 被撞的车差点没翻过去 这伙 实在是太吸引火力了 而与红的利不同 林初音是坐在副驾驶的位置 想的却是另一回事了 嗯 这个车的原理倒是不错 只不过速度还是不够快 没有比赛的意义 不是 那个啥 那个初音啊 这个玩儿咱就不开心嘛 别想那有的没的 不过你刚才说啥来着 比赛 不是这碰碰车怎么比赛呀 其实也很简单 林初音是依然抓着红的利的一脚 他一直都没松手啊 只要是蓄电池的容量够大 可以修建跑道 之后使用碰碰车的防撞橡皮装置 这样就可以把速度提起来了 这个 洪的利是有点郁闷 那人们 咱俩先玩吧 难得你今天没着急去研究东西 不过 他说到这 眼睛忽然是一亮了 那人们 你说的这个是跑跑卡丁车吧 说起来这个主意很棒啊 这个好 这个好 我又有新百家的点子了 跑跑卡丁车 林初音自然不会明白 这个名词的含义 那是什么呀 跑跑卡丁车呀 这这个可有的说了 真的 在地球上 跑跑卡丁车可是风靡过很长一段时间 哪红的利自然是再熟悉不过了 那什么 这就是一种休闲类的赛车竞速游戏 不过和这个其他竞速游戏呢 不一样 这跑跑卡丁车 需要修建什么 飘一键呢 还可以在比赛中使用道具 那这道具目前解决起来比较麻烦 不过 我想起了一个更给力的 这光光 又被撞了两下 同时呢 又撞了别人一下 红的利是继续说的 哎 咱们可以考虑把这赛道弄得稍微滑一点 这样更适合飘移了 这样更适合飘移了 是吧 同时这车的速度呢 哎 咱稍微的放慢一点 免得出现意外啊 那这么一来 如果再出现什么有意思的地形 你 对 到时候 咱们就在天井山的公园里面搞这个 初音 你说怎么样 嗯 可以 这林初音呢 是淡淡的说道 技术方面 不会解决的 啊 那个 那不着急 那不着急 不着急研究 今儿呢 咱就是玩 怎么开心 怎么玩 好吧 红的利是笑着 摇了头 啊 又撞了一会儿 这红的利感觉有点无聊了 刚好时间呢 也到了 俩人是当即下车 红的利是一只远处的摩天轮 哎 初音 咱们坐那去吧 好 林初音现在对红的利的建议 几乎都不会拒绝 啊 一听红的利说 要去坐摩天轮去 当即答应 摩天轮上 那个 初音 这红的利和林初音呢 是并排坐着 红的利是问道 哎 我听说你是那个什么 圣杯组织的成员之一 哎 这组织是不是特厉害呀 你给我讲讲呗 嗯 讲圣杯的话 要先从组织门萨说起 林初音是点了点头 门萨 是为聪明的人而建立的一个组织 门萨 是为聪明者建立的一个社团 通过充满挑战性的活动 而使组织成员的高智商获得承认 门萨目前 共拥有10万左右的会员 编辑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 想要加入门萨 需要通过测试试卷的考试 一共30道题 换算成智商是148 也就是可以加入门萨俱乐部的标准 这个测试一般考的是 注意力 观察力 逻辑思维 想象力和记忆力这几个方面 比例大致相当 如果这些题目中更擅长哪些 也就是哪一方面更为突出 这听林初音这么一说呀 那洪的力顿时就惊了 一个全世界 有十多万会员的门萨 就要求148的智商 握了个去 也不知道我行不行 林初音是看了看洪的力 想了想点头说的 目前网络上有一套免费的模拟试题 如果你的分数能够超过130的话 还是可以的 其实门萨一点都不神秘 嗯 如果你是要想试的话 登陆官网报名就可以了 这这这个 这个还是算了吧 我一直不认为我的智商有多高 哈哈哈哈 这洪的力是赶紧的撇开了话题 他奶奶的 大败家系统要是有智力这个属性 老子一定得加满了他 可惜没有啊 所以洪的力只能是表示很遗憾了 说完了门萨 这林初音呢 开始给洪的力讲解圣碑 圣碑组织是门萨中真正的最高智商的那批人才能加入的 目前全世界确切的圣碑成员一共有52个人 智商全部都是在180以上 我在这里面属于前列 上面还有比我更强的人 我去还有比林初音更强的 那不知道那得什么样啊 毁灭事件的等着 那个 初音呢 你看啊 那个啥 这个圣碑成员擅长的 不会全部都是科技啊 或者军火什么的吧 这问题太重要了 这要是52个战争狂人啊 说他们自己研究出原子弹什么的 那洪的力一点都不会吃惊 实际上 只要是给林初音足够的原料 初音估计也能鼓到出这个原子弹来 不会的 林初音是缓缓的说道 这圣碑成员立民的人各种各样都有 每个人喜欢的都不大一样 我是更擅长科技和军火 有的人喜欢画画 有的人喜欢研究如何恶作剧的 哦 这回洪的力明白了 为什么国家对初音这么重视 圣碑成员不重要 重要的是擅长的方面 研究科技和军火的 纯种科技宅啊 那换谁都得当宝贝 这些成员都不是很危险 初音接下来说的话 这才是真正的重磅炸弹 真正危险的 是一个叫做张仪的女人 她喜欢的是研究生物基因进化方面 哦对了 她是我们天国除了我之外的 第二个圣碑成员 攻击性很强 啥玩儿 咱天国还一个呢 这可是条劲爆消息啊 听着名字就是个女人 就是不知道 多大年纪了 研究出什么东西没有 看来以后 这要是真看到什么变种人呢 是吧 蜘蛛侠了 绿巨人了 这不是不可能哈 注意 这一点必须要注意 尤其林初音都说了 她攻击性很强 那这一点 就真的非常重要 行 老子能躲多远 就躲多远 无论如何 也避免跟她碰上 其实说到这儿啊 关于这个圣碑的事情 已经差不多了 问题在于 林初音呢 不知道是有意啊 还是无意的 忽然 又说了一句 另外 圣碑里还有个人 名字叫文森特艾弗森 是个美国人 他的兴趣爱好 是黑客公鸡 文森特艾弗森 爱好是黑客公鸡 不是 这跟咱们没啥关系是吧 然后很快 龚蛋里就知道 自己想的太美好了 因为林初音是继续说的 嗯 他好像 有些喜欢我 不知道 会不会对你产生什么影响 哎 不是 这是什么情况 林初音居然会说出这种话来 不过仔细人们一想想 林初音只是没感情啊 但是不等于是傻瓜呀 他对那个文森特艾弗森 那一定是没感觉的 但是不代表他不明白 文森特艾弗森 将来可能会找洪德利的麻烦 这种事 自己现在对洪德利很亲近 这个文森特艾弗森 自然很容易 就容易敌视洪德利啊 那敌视就敌视吧 反正也不是一次两次了 是吧 现在敌视咱的人不少 狮子多了不咬 不差他这一个 不过 很快洪德利就贵了 那他就知道 这林初音能把这个人 单独拿出来给他提醒 一定不是一个简单人物 曾经有无数的对手 摆在洪德利的面前 洪德利没在乎 等到他们全部都干躺以后 洪德利才知道 什么叫做高处不胜寒 人世间最痛苦的事情 莫过于此 让对手来的更猛烈一些吧 不要再犹豫了 如果上天能给我再来一次的机会 洪德利会对那个对手说 给力点 如果非要在这上面 加上一个形容词的话 洪德利希望 再给力点 可是 尼玛这一次的对手 好像有点太给力了呀 只听这林初音开始介绍 这个艾弗森的辉煌战绩 文森特艾弗森 外号 露西法 他的黑客攻击很厉害 世界上能够抵御住的电脑 不超过十台 当然 这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 他另一项能力 说到这 这林初音从身上 不知哪取出了一个 小小的笔记本电脑 打开来 输入了几条命令 之后 很快就显示出了 文森特艾弗森的资料 这洪德利一看 差点没把眼珠子瞪出来 文森特艾弗森 拥有毁灭世界力量的男人 主要事迹记录 一 最说他因为形象很不错 被美国一家影视公司看中 后来因为领导把他惹火 那家影视公司在三个月之内 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 最终导致破产 二 因为讨厌游戏机DJ这个名字 结果DJ在家用游戏机竞争中 惨败 公司破产 三 家用游戏机PE3 和DJ游戏机同日发售 结果跟着DJ一起惨败 公司勉强维持 四 代言黑棋事物语 不过因为这个游戏的某个方面 让他有些讨厌 黑棋事物语在游戏评测大会上 被评为31分 很快 从这个玩家视线中消失 五 美国地下格斗大赛 WWA种 他最看不出眼的选手 全部失败 最严重者 肋骨断掉四条 终生不能再参赛 原因 是吗 文森特艾弗森喜欢的那个选手 喜欢你的都是狗娘养的 所以 太惨 六 参加肯打击的宣传活动 这一次 没人惹火的 肯打击的唯一竞争对手 麦肯劳 发生寄生虫问题 同期销售额下降20% 七 在伯克中 有家公司说他 你给别人带来乐语 要注意低调 当夜 那家公司一场大火 烧了无数资料 连带烧了周围三栋大楼 赔偿3500万美金 之后倒闭 与此同时 文森特艾弗森远在千里之外 拥有不在场证明 八 宣称自己是美国NBA篮球队 芝加哥火箭黑 已经开始夺冠倒数场次的 芝加哥火箭队之后 被各种反杀 最后一生九败 扑街 之后一直萎靡不振 九 他打算换一个篮球队黑一下 木马人队很不幸成为他的目标 之后 木马人球队 很不幸 58比158 惨白 10 某位女明星曾经想要挑战 她的厄运权威 曾经说过 我从来不相信运气 结果她出的唱片 在发售前工厂忽然起火 自动消防系统 喷洒了大量的水 唱片被泡 第二天 全媒只卖出了5000张唱片 那位女明星 也就此销声匿迹 11 她喜欢玩电脑游戏 某家笔记本公司找她代言 然后无独有偶 另一家公司也是这么想的 这两家公司在她面前争吵 导致两家工厂 同时无名大火 大量重要硬件被烧 12 实力强劲的贝斯曼 打算出版他写的自传 《厄运天使》 之后 贝斯曼关于此书的出版部门 突遭全灭式的重组 13 世界杂志 2010年第九期 专门专门 驳斥了厄运天使的迷信观念 10月 世界杂志停刊 公司倒闭 14 美国科幻博览 2010年12期 刊登文森特艾弗森访谈 最后留下帅照一张 美国科幻博览在出版 2010年13期后 好歹还额外坚持立期呢 是吧 由于经营不产 停力 15 2011年 文森特艾弗森在微博低调发表 如今的网络环境太差 两个月之后 美国进入他所预言的 缔造健康的互联网络 美国万岁的和谐时代 看到这 红德里明显倒吸一口凉气 喝这厚薄港子 哎呦喂 一阵的发凉了 我得个怪怪 这也行啊 可是后面 明显是更为惊悚恐怖了 16 2012年1月22号 文森特艾弗森 冲林初音表白畏惧 自尊受辱 发下恐怖的大王 从天而降 使愤怒之神为之复活 地震与洪水 将统治世界的惊天赌咒 两个月之后 世界各地 我开始大规模的地震海啸 好在 他还没敢直接的进攻天国 时期 2012年3月 文森特艾弗森 造访科幻世界杂志社 不清楚里面具体发生了什么 不过 结果是一个月之后 科幻世界停干 公司倒闭 18 同月 文森特艾弗森 喜欢上了科技 在微博发表 偶叶 我发现一个小秘密 秘密指出 这南极冰雪覆盖之下 可能有外星人的存在 三天之后 南极冰雪 开始大规模融化 19 文森特艾弗森 心血来潮 接著名科学家 马克福斯 发布微博 性科学 不要迷信 这种帖子 同年一个月之后 美国科学巨星 马克福斯 事实 享年86岁 20 美国另一位著名科学家 威廉姆斯 听说了马克福斯的事 大为不屑 撰文在著名的科学论坛 宇宙奥秘 博尺之 然后放在头条 然后宇宙奥秘的服务器 放掉 硬盘彻底烧毁 网站数据 一个字节也没抢救出来 等到网站恢复白茫茫一片 大地真干净的时候 这科学家 威廉姆斯同志 亲自撰文 我再也不相信科学了 一个月之后 身患心肌梗塞 抢救无效死亡 洪德力是泪流满面的 太狠了 这还不止呢 后面的厄运看上去 那更恐怖啊 21 文森特F3 去韩国旅行 韩远 兑换率下跌 22 在一家披萨店 吃的不是很满意 那家连锁披萨店 随后被查出 还有三绿青安 披萨店公司 暴毙 23 去英国 伊丽莎白女王 当年损失 66亿英镑 24 奥运会时 对于开场表现不佳的 美国选手表示不屑 随后 没有一位美国选手 获得金牌 25 2012年6月12号 有网友问他 怎样去看 即将举行的 巨星安德森 即将召开的 个人演唱会议室 文森特F森回答 他的歌 我从来不听 不合我的口味 一个月之后 巨星安德森 举行了那场演唱会之后 为爱死亡 26 2012年11月24号 在美国动漫网站 看钢铁巨人 因为某一集太过催泪 导致他就这样哭了 同年 12月11号 钢铁巨人作者泰勒 去世了 27 2013年4月12号 美国加州一家 三星级酒店院内的一棵 800多岁的古树 忽然倒下 植物学家表示 此树之前没有丝毫 即将死亡的迹象出现 当天美国三家媒体 同时报道 厄运天使再次降临 文森特艾弗森 害死神术 报道提到 今年1月26号 文森特艾弗森 曾造访过该酒店 回到家后 这位厄运天使 写了篇微博 文中提到这么一句 他表示 这棵树上的虫子 实在是有点多 然后树倒了 这三家媒体也没能幸免 报刊销量 一路走地 最终全部倒闭 28 2013年7月8号下午 文森特艾弗森 正在上网时 忽然停电 文森特艾弗森 更新微博 这该死的店里 陪我资料 三日后的傍晚 他所在的州的核电站 一号机反应堆机房 周边发生了纵遥 并伴有爆炸声 目前正在确认 详细情况 29 文森特艾弗森 因为上述事件 被请进美国六角大楼 目前尚未出来 30 尚在补充 这洪德里是抓狂的说的 哎呀 我的个天哪 不是老天爷呀 啊 什么情况 这第三十条 该不会是为我准备的吧 我去 这次的对手 可不是一般的强啊 对于这一次的对手 洪德里表示 压力山大呀 之前的对手 无非就是什么天才之类的 要不 或者还需要再多带上一个 日本 啊 丰田才发的少爷 吴本光 可是这一次很明显 这个文森特艾弗森 跟之前的对手比起来 那明显就不是一个量级上面啊 甚至连初音都说了 他是能够毁灭世界的男人 有没有 自己的运气好 这就不说了 对方 是标准的厄运使者呀 也不知道 自己和他撞上 到底谁强 谁弱一点 不过如今这形势也很明显 自己跟这个文森特艾弗森 必定会有一战 就冲林初音这一条 俩人之间 绝对是和平不了 老天爷呀 哎呀我天哪 我希望啊 希望 不要造成太大的后果呀 啊 这玩儿 hold不住啊 精湯 医孔 许准 是 享受 直 估计 停 绰 剪 小 壮 K 滚 肩